没来得及收回降落散 恶母富二代跟急驰而来的货车来了个亲密接触 不过他并没有死而是失去双腿 下半辈子变成半个植物人苟延残喘 他与范小的恶行有了铁证 相比死亡或许没有尊严地活着才是对他最大的惩罚 复仇结束 接下来的日子里小崔静静习惯了老安的刑警生活 每天不是在抓醉饭就是在抓醉饭的路上 老安的大限之日不知道在哪一天 小崔能做的就是充实的过好每一天 小雨有着幸福的家庭 看到一家三口的温馨画面时小崔难眼羡慕 要是当初他没有跳楼 也许现在也过上了媳妇孩子热炕头的平凡生活 再一次抓捕毒贩的行动中 他和小雨追到楼顶 走投无路的毒贩竟然偷出手枪 打伤了小雨的腿和他的胳膊 僵持之际小崔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要保护小雨 于是他冲向毒贩 在后果重担后抱着毒贩一起坠楼 回到地狱中转战 四神警告小崔 主动寻死会面临更痛苦的惩罚 小崔连忙解释 这次他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保护同伴 小崔沾沾自喜 以为自己做了了不起的事 然而死神却问他 你是谁 是什么身份 此时的小崔显然还不明白什么意思 第十次投胎 小崔变成了街头乞讨的流浪汉 公共场所的电视上 正在播放刑警老安殉职的新闻 维官的群众都认识老安 他们纷纷感慨 这么好的警察怎么就死了 应该长命百岁才对 不过有一个人是例外 那就是躺在医院的泰宇 看到老安牺牲的新闻时 嘴角忍不住露出了笑容 灵堂就设在泰康医院 小崔过去缅怀前世的自己 这里摆满了花圈 其中不法有政客和著名隐心送来的 这让小崔十分欣慰 小雨的妻子和女儿也过来悼念 小崔本想和伤心的小姑娘打个招呼 然而女孩根本不认识现在的她 甚至吓得躲到母亲身边 不仅如此 小崔还因为流浪汉的身份 差一点被人赶出灵堂 是曾经的组长出面才解了威 就在她准备离开的时候 外面突然一阵骚动 在人群的簇拥中 国务总理也来到灵堂悼念 本该感到骄傲的小崔 这时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人们口中的英雄是老安 祭奠的人也是老安 不管小崔利用她的身体做了什么 其实一切都和她没有半点关系 她在楼梯间遇到情绪崩溃的小雨 小雨很自责 要不是为了救自己 老安就不会死 小崔安慰她 这都是老安自己的选择 不是她的错 然而小崔的话不但没让小雨好受些 反而让她更生气 你是谁 有什么资格评判老安 面对质问 小崔一时间无言以对 到现在为止 她已经经历了十次重生 体验过不同的身份和人生境遇 我是谁 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 她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小崔第一次意识到 如果不能做自己 就算用别人的身份重生再多次 也没有任何意义 记忆水晶从高处缓缓降落 但小崔已经不想重启人生 为了躲开水晶 她仓促的下楼 结果没站稳 直接滚下楼梯 摔死了 再次见到死神时 小崔已经下定决心 一旦重生 就以最快的方式死去 注定要去地狱的话 干脆来个痛快 死神说 接下来她要经历的会比之前的还要痛苦 但小崔不以为意 这回小崔重生到一个中年大叔身上 他不想了解这个人的过去 而是以最快的速度从小巷奔向公路 然而记忆水晶还是提前了一步 大叔过的是普通人的生活 也是小崔生前最羡慕的 大叔工作稳定 家庭温馨和睦 直到这天 大叔突然接到公司的借骨通知 这个他奉献了整个青春的地方 毫无征兆地将他无情抛弃 没过多久 妻子也离他而去 原本幸福的三口之家分崩离析 失去家庭和事业的双重打击 让大叔彻底崩溃 人到周年 他变成了一个毫无用处的人 大叔想结束生命 这种绝望 小崔也曾亲身体验过 如果那天晚上再给他一次机会 他还是会选择跳楼 或许小崔做梦都想不到 正是因为他接下来的这个决定 命运的齿轮才开始转动 大叔义无反顾地冲进车道 而平行时空中的小崔 此时正在去太刚集团面试的路上 直到被太宇重复在地 小崔才反应过来 原来出事的时候 死神也出现过 小崔用哀求的眼神 祈求死神帮帮他 可惜一切为时已晚 更意外的是 太宇看到了小崔绝望的眼神 以为他求救的人是自己 正是这个眼神让太宇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感 自此开始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随着大叔的死 小崔只剩最后一次逆天改命的机会 他依然嘴硬 有梦地说出了那句热怒死神的话 死亡只不过是一种能让我终结痛苦的低级爽乱罢了 无论你把我塞进哪具身体 我都会迅速地结束生命 话说得越狠 打脸来得越快 熟剑枪声过后 他竟然回到了自己的家 看着镜子里的新身份 小崔直接傻眼 我投胎变成了我亲妈 死神的这波操作属实炸裂 为了母亲 小崔不能为所欲为地结束生命 随着记忆的注入 小崔才察觉自己对母亲了解少得可怜 年轻时 母亲也和其他花季少女一样 有着绚丽的梦想 但最终还是回归现实 和心爱的男人结婚 然后孕育出爱情的结晶 幸福的时光往往短暂又脆弱 父亲在小崔很小的时候就撒手人寰 从那时候起 母亲便一直独自抚养着小崔 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 并不是件轻松的事情 然而 社会并不会因为他的遭遇而可怜他 仅仅是请了一晚上的假 照顾生病的小崔 母亲就被公司开除了 不过 这些困难并没有达到这位坚韧的母亲 随着年纪增长 工作越来越不好找 服务员 清洁工 凡是能赚钱的工作 他都干过 小崔因为挫折 借酒消愁的时候 浑然不知 母亲仍在腹中前行 跳楼的那天晚上 母亲怕儿子担心 生病了也不敢说 而是一个人去住院 小崔的电话打不通 母亲内心不安 刚准备离开医院 就接到殡仪馆 打来了认识电话 自此 母子两天人用割 死亡只是一瞬间的事 但小崔的离开 却让爱他的人陷入无尽的悲痛 白发人送黑发人已经够悲伤了 然而 身边的人却没有为此多出一丝怜悯 有的人甚至会另眼相看 同事的孙子刚过周岁里 他给花了份子钱的人准备了礼物 碍于母亲也在场 同事扔了一份礼物给他 尽管对方没有通知自己 母亲还是给了份子钱 同事觉得晦气 收了钱还在背后骂骂咧咧咧 其他人也七嘴八舌的说 千万别用这笔钱给孩子买衣服 我女儿的婚礼也不会告诉他 大家到时候就装作不知道 小崔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的死会给母亲带来这么多的麻烦 可是 母亲从来没有怪过他 而是怪自己 要是儿子能出生在更富裕的家庭 或许就不会死了 这一次 小崔不再冲动 他要用母亲的身体好好活下去 而这也是对他的一种惩罚 凌晨三点半 他被闹钟吵醒 原来母亲每天都会在这个时候起床 然后坐上当天的首班地铁 车厢中 基本见不到年轻人的身影 这些头发花白的父母 仍在拼命地为生活奔波 小崔扪心自问 在这些人面前 他真的有资格说自己 已经努力生活了吗 曾经对死亡的大放厥词 现在却显得如此羞耻 不管工作有多辛苦 母亲每天下班 都去擦拭小崔的灵堂 小崔心里有很多话 想和母亲说 但死亡已然是两人之间 无法跨越的鸿沟 他什么都说不了 母亲一直想去爬山看日出 那是年轻时 他和父亲经常约会的地方 小崔也曾亲口承诺 登找到工作后一定带他去 然而这个诺言 却一直没能兑现 现在小崔要用另一种方式 来实践母亲的愿望 常年干体力活的关系 母亲的关节不太好 爬山的速度 明显比同龄人要慢很多 但小崔还是借着母亲的身体 咬牙爬到了山顶 上山容易下山难 直到天黑 他还在山上 更糟糕的是 腿脚不便加上疲劳 他竟然滚下斜坡 扭伤了脚 私下无人 愁住无门 难道最后一事 又要匆匆结束吗 为了让母亲活下去 这一次小崔没有将命运妥协 他用尽力气 终于爬到路面上 等到醒来的时候 他已经被好心人送到了医院 这一时 他赢了死神寿终正寝 漫长岁月中 他一直在思考生命的意义 从前的自己 总是活在恐惧中 害怕别人看不到自己的价值 害怕落后于人 害怕被人拒绝 本该绽放的人生 也因为恐惧提前落幕 如今他终于明白 生命本身就是机会 原本他以为的那些痛苦 其实只占据了生命的一小部分 只要活着 一切都还有希望 小崔跪着请求死神 再给他一次机会 让他以自己的身份再活一次 死神把一颗子弹装进手枪 如果小崔能一发击中 那么一切还能重来 别无选择 只能赌一把 小崔扣动扳机 再次回到那晚的天台 等到母亲打来电话 他义无反顾地选择接听 而那封亵渎死亡的遗书 则被晚风吹走 消失于夜色中 最后两集 是男主人公的自我救赎 故事简单 节奏缓慢 属于韩剧中经典的抒情手法 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 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高兴了就大笑 难过了就大哭 人生本就是由不同的情绪组成 不要因为一时的痛苦 做出冲动的决定 时过境迁再回首 当初困扰你的那些人与世 或许早已不值一提 别忘了 身边总有爱你的人 去努力生活 总有逆风翻盘的机会 好了 今天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宝子们 可以去看看原片 最后半午期三连支持一下哦